嘿唷 聊四季 天天留個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好 那我們先看到這場比賽 超級隨機是開局是7個人 那瑪雅人則是9個人 還是一開始是6個人 那因為瑪雅一開始會多一隻村民的關係 所以目前瑪雅的村民是領先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日本人好了 綠色我們先看 那日本人的最大的特色 是有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步兵單位 哇 怎麼出棒棒了 哈哈 哇 開局出棒棒了 超級隨機有送一個軍營 兩邊都有 那這個棒棒要到封建時代 才有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那日本武士裝甲步兵還有擊兵 攻速都是特別快的 所以日本人是非常適合打步兵的 但日本人他其實也可以打奴兵的 也有強奴跟拇指環 所以日本人來說的話 那主要主力呢還是以強奴 還有步兵單位為主 那騎兵單位為輔 因為那騎兵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還有二級防還有這個品種 除了親騎兵來騷擾的話 也是蠻給力的 那日本人後期的話 還是比較適合使用這個箭塔攻擊 去做一個陣地戰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再來就是日本人呢 吃魚是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 他們捕魚技術非常發達 這個薩西米一直拉一直拉 狂撈猛撈的這個撈魚 那打這種混合圖 超級隨機 其實日本人算是一個很好的文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 這個瑪雅 講錯了 那瑪雅人呢最大的特色是 有工兵單位的減面 再來就是他的黃金國單位呢 可以讓老鷹的血量變成100滴血 所以瑪雅人的後期打法 通常是弓箭手配上黃金國的老鷹 做一個組合的 欸等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綠色日本人是鷹刺猴 等一下 欸 兩邊都是鷹刺猴開局欸 哈哈哈哈 這是超級隨機嗎 欸他幫他趕入欸 喔不是嗎 他會剖到這隻鴕鳥 笑死 我剛剛想說奇怪為什麼日本會有老鷹 我剛剛很想說我是不是爆錯顏色了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日本人是綠色沒錯 只是他開局是給鷹刺猴 哈哈 太有趣了 日本有鷹刺猴這個東西的時候 通常都是有僧侶遭響 遭到對面那些老鷹喔 才有可能出現的畫面喔 沒想到超級隨機 唉唷這麼特殊的開局啊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有在撈雨 日本這邊也是喔 那這邊撈雨有個小細節喔 通常都是五個人先去伐木之後 去蓋下第一個碼頭 然後就這樣開始撈開始撈 然後後面再補個房子 那這邊蓋完碼頭的村民喔 記得要把這個碼頭蓋在這個小魚群旁邊 蓋完碼頭的村民們 就可以直接喔 在這個海濱魚群喔 直接吃海味 可以撈個什麼 咕拉皮之類的 或者是撈個什麼 撒克 不要講更話 繼續看比賽 好 那瑪雅人這邊是出了三艘漁船 日本這邊也是按繞三艘 那瑪雅這邊是提早去蓋的 他是一個早期捕魚路線 那這個打法呢 有點像是偏遊牧的 呃 遊海遊牧的打法 因為遊海遊牧的話 一開始喔 通常都是先蓋碼頭之後開始捕魚 然後趕快先按第一艘漁船喔 才可以促進這個經濟的發展 所以在前期這個捕魚是蠻重要的 而且這邊按了一隻棒棒 我覺得日本非常的聰明喔 這樣就可以讓這隻村民一直 要去看喔 會不會出事情 而且魚群撈完之後 還要逃跑 這個逃跑路線也是要想一下要怎麼逃 好 那來看一下鷹刺猴 鷹刺猴在這裡 這裡有一隻羊在探土耶 好 右邊有一隻村民走到右側 不知道要幹嘛 好 那目前看到瑪雅已經點下了封劍時代 日本這邊也點下了封劍 兩邊都處於封劍時代 那來看一下日本這邊能不能 轉一些工兵出去喔 打一下瑪雅 但如果純走工兵路線可能會輸給 瑪雅這邊喔 因為日本人沒有工兵單位的減免的話 這個村民怎麼直接走回去啊 好輕鬆啊 完全無壓Z 然後這個再回去再蓋一下 把它蓋在裡面 趕快 趕快 老鷹老鷹不要打 欸幹嘛幹嘛 老鷹幹嘛打 這個關起來就好了 哎呀這個瑪雅 有點不太會阿 是我的話就把它關起來 把兩隻關起來 然後再用這個封劍場出來的工兵 把這兩個單位直接換掉 我也不用把我的鷹刺頭給送掉 這個有點太年輕啦 是我的話你就會蓋一個什麼城門 把它蓋在這邊 然後他就出不來 哈哈 這倒也是跟麥婆學 麥婆很喜歡搞這種招式 關別人單位的 好 那這場比賽的分數 其實是沒有很高分的分段 但我們還是要播一些喔 大概兩千分左右 但是其實來講兩千分也算是精英組了 就是可能只有1%的人喔 是在這個分段裡的 所以你要說兩千分是太極也不算太極 也算是很頂尖的玩家 但是跟那個更頂尖的玩家們比起來 還是有一點點差距啦 這個遊戲的上下線太高了 比這個其他遊戲什麼英雄聯盟之類的 上下線更高一些些 個人體感啊 這是我單純個人硬件 好那來看一下火蒙頭 這邊有沒有能夠反擊回去呢 這邊是出了兩艘 碼頭 不是兩艘 兩棟碼頭 這個魚船可能會被燒爆 好 那瑪雅這邊是先走打海的路線 木頭量還夠 兩邊都是四人挖金 待會可能要補到五個人到七個人之間 甚至八個十一個十三 大概都是這樣的數字喔 去補黃金的 那為什麼黃金要出這麼多原因 是因為火戰船 需要大量黃金喔 才可以一直出喔 好這裡趕快再補一個碼頭 那目前瑪雅是有點稍微落後的 日本這邊補魚效率太好 所以經濟上來說 是瑪雅這邊領先一些些 而且補魚的部分 也是日本人這邊的魚船 比較多一點 三艘魚船 然後對面也是三艘 但是被燒掉了一艘 但是日本剛剛這邊本來是四艘 好這裡要趕快再繼續補這個火戰船 趕快再繼續按 再按 好 好上面這邊突然開打起來 沒有把這條路封掉 這個可能要硬蓋囉 要不要硬蓋 這個沒有蓋到底 他這裡還可以再蓋一個 這個還是有洞阿 這個還是有洞阿 硬蓋也是還是有洞 他幹嘛 有點怪怪的 好這個魚船被修了回來 日本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殘血的魚船被救了回來 還不錯 OK 那日本的魚船 防禦率本身也是比較高一點 一開始就是4加2的防禦率 所以被打的時候 可以變成一個坦克 畢竟比這個火魔桶的防禦率還要再高一點 如果對方直接硬燒魚船的話 魚船過來修一下 然後後面火魔桶再輸出 通常對手是會打輸的 只要數量沒有差太多的話 如果數量是55開的情況下 日本人這邊打架是有優勢的 如果對方一直在燒魚船的情況 這個要拉走囉 這個不拉 直接用多鞋去扛 OK 日本這邊操作比較細膩一點 細節都有做好 這邊趕快再拉村民 過來修一下 然後出個自爆船 再來趕快出自爆船 來炸一下日本這邊殘血的 火戰船直接被收掉 左邊這邊也是 兩邊都在打 哇這個殘血沒有收掉 很可惜 OK 日本這邊打的算是 還是上風 而且這隻棒棒在打這個碼頭 偷扁 家裡經濟完全都是依賴這個漁船 其實有點危險喔 瑪雅人這邊如果不趕快撒點農田的話 待會斷肉會斷的很嚴重 很難升到這個城堡時代喔 日本則是補魚雙雙補 已經補到800肉了 再補一下黃金喔 黃金補到13人 11到13人喔 就可以趕快升到城堡時代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那個5-7-9-11-13 教大家這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是黃金量喔 你打海戰的時候就是這樣想 一開始先補到5個人 然後7-9-13 這樣地增下去喔 你有多少個碼頭 就多加2個黃金下去就好 那目前看日本這邊是3個碼頭 3碼頭大概是11個 那4碼頭就13個黃金 這個教大家簡易的配置喔 雖然這個可能不是最頂尖的配置喔 但是這是我覺得 讓大家會比較好機一點的 配置 好 日本這邊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 然後這邊黃金稍微少補了一些 回到了9個人 好 這邊直接被燒了 這個裡面村民應該是逃不了 這邊出去燒戰船射一下 好 這邊可能救不回來 哇 左邊出事了 但日本這邊還是有漁船4艘 我覺得日本專心打右邊就好了 左邊這裡有機會再奪回來就行了 或是在裡面先偷放幾艘火戰船 繼續偷一下 然後經濟再繼續補 這裡木頭補的有點多 不確定是要幹嘛 木頭補這麼多 我覺得再可以多下個碼頭 如果左邊想打回來的話 這邊再補個碼頭 村民可以繼續撈雨 好 這邊村民 這個要跑喔 這個再擺給 哎呀 雖然換掉一艘 但是有點虧 沒有辦法 這個時候打架太忙 好 結果瑪雅兩隻村民直接被燒死 喔 村民開始拉開囉 好像沒拉開多少 兩邊都是差不多 而且日本這邊是先上時代的關係 所以可以再多按兩村 跟瑪雅人的村民幾乎是持平狀態 好 那魚船部分還有兩艘還可以 哇 這個槍魚 這個動畫其實還蠻好看的 好 四艘繼續出 海戰部分繼續打 瑪雅這邊已經開始灑起了農田 OK 那沒問題 該做的細節都有 日本則是一片農田都沒有 完全是靠魚船在圍身的 這個肉量可能會很缺 OK 補下二級木跟這個魚網 OK 看來是要大爆捕魚 好 這邊瑪雅好像決定要放棄打海戰了 裡面沒有再繼續出船了 中間部分也是有洞 但是中間還是有戰船 所以可能要小心一點 好 路發戰船還有15秒 就可以研發完畢 瑪雅則是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大會二級木要趕快補下 看要不要買個100肉 然後去硬點 因為黃金他不打海戰的話 現在黃金並不是這麼的重要 現在黃金拿去買一點 肉類 然後去補下工坊 去剩下老硬也是不錯的 好 找一下 沒地方跑啦 所以我就直接找到底了 這個就別想跑了吧 要不好意思往這邊跑 好 封鎮中心蓋起來還有機會可以 可以躲 往上跑不到說為什麼 很緊張了 好 這邊看到對手老鷹飛了過來 趕快先收吹 稍微微笑 這個反應很快 這位日本玩家不錯 想法都非常快 好 瑪雅這邊的城堡是在優勢 就是出很多老鷹 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因為數量一躲日本其實很難打 所以其實瑪雅這邊可以直接棄海 然後狂觸老鷹 直接沖他家的村民 這個想法是很明智的 但日本這邊捕魚會越捕越爽 所以其實有點麻煩 但是海戰這邊要打回來 有點困難了 好 這邊都圍的好了 應該還行 哇 結果老鷹這一波騷擾並沒有傷到日本 日本過得還是蠻舒服的 而且 這個瑪雅的漁船還是繼續再出 捕魚的量越來越穩定 這個捕魚好快 好 日本人這裡補下輪軸技術 這裡一擊弄也不想點了 反正我就全出漁船 待會再灑魚網 妥妥的 那瑪雅人如果這邊還想要去反擊的話 可以考慮出一些自暴船 直接去炸魚船 不要去炸火戰船 全部全程用炸一炸的 就搞定了 那瑪雅目前沒有想要這樣做 想要繼續使用老鷹 繼續騷擾 好 現在點下一防了 現在防禦是3 這裡趕快點下二防 這樣承認中心怎麼打都是1滴血 因為他基本防禦就是2 那如果點下二防就是4防 攻擊力是5 武功的承認中心怎麼打都是1滴 會比較好一些 而且這邊還沒點英勇士喔 血量還沒到55滴 日本人想要用生女擋的話 其實是蠻困難的 一定要秀這個手術 因為本身老鷹是有抗招響的能力喔 而且老鷹打生女也會額外增傷 所以抗招響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你看這樣招 他也有可能招不到 直接斷招響 後面這兩隻生女再過來 喔這樣就有機會了 這樣後面這兩隻生女就有機會 因為他在追 OK 直接招走 哇日本人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生女的細節喔 都有做好 好這邊再補一個神聖思想 喔已經補上了 血量45滴 日本 手推車也補下 經濟補得很好 而且這邊城堡蓋的位置還不錯 直接補在城堂農信旁邊 可以手下這些礦區 左邊待會再稍微微笑 對方只能從這裡進來 賣到這邊3TC 看龍鐵也是灑的上去 開始在轉一些工程單位了 欸這個怎麼會有運輸船呢 這個運輸船是要用什麼偷偷招式嗎 這個自爆船 炸掉了一艘船 哇日本的漁船來到了19 大捕魚時代 老鷹這邊飛了過來 看了一下 三隻老頭趕快跑 收進去 城鎮中心 死了一隻 第二隻應該也倒了 是活下了一隻 這個要再收了 這個不能招 唉唷 收進去 很好 這邊擋一下 日本武士出來 來了 SAMURAE SAMURAE怎麼打 你要怎麼打這個SAMURAE SAMURAE SAMURAE 好 日本這裡補下了護衛技術 增加一下日本武士的跑速 升級 升級真的很細膩 都點一些蠻重要的科技 日本人並沒有把大量的資源 浪費在其他地方 這邊升級看起來非常穩定 好 還有則是蓋下了工程機製造所 想用投石車來清除正面這些碼頭嗎 還有戰船的部分 看起來有點特別 這個想法有點太特別了 可以砸 這裡魚網可能要被拆掉了 那一個魚網我可以補到魚肉是蠻多的 西百落的樣子 哇 日本人怎樣 大量的村民直接往前走 還夾帶了一些日本武士過來 但後面有城堡喔 這邊可能要原地折返了 不然 喔 中間直接蓋一棟城堡 這是要上帝王的意思嗎 日本人看起來快要上 好 日本武士上前直接硬砍 再砍掉一台 OK 兩台投車直接被敲爛 這邊已經轉出了羽毛劍射手 瑪雅的核心單位喔 那以前瑪雅的這個羽毛射手很便宜喔 但現在越來越貴了 可能遇到通膨 連這個瑪雅的羽毛射手都瘋狂長下 這樣長到一隻好像要六十木頭 六十木頭的樣子喔 但他有這個工兵減免 所以實際上 大概好像是四十幾木吧 然後黃劍大概三四十的樣子 這次瑪雅人這個羽毛射手 沒有像以前那麼強喔 以前真的是熟過大 現在就覺得 用起來就普普通通了 不會太強也不會太弱 這遊戲的平衡一直在改進喔 這些村民我看直接回頭了吧 這個不要再往前 這個...淺灘路 很像那個高美斯蒂的那個... 觀景道路一樣的感覺喔 超級狹窄的一個道路 這裡要再蓋一個修道院 太窄了啦 好 日祖船先跑到右邊喔 這邊蓋城堡也行喔 這邊蓋城堡不錯喔 還有礦區可以拿 好 電用時代補善 還有1分50秒 那這邊肉量或許非常不夠 好 我還在 這裡有人要偷渡囉 日本人偷渡到瑪雅的領地 到右邊 到這吧 這邊不錯 不知道有沒有探圖 好看一下 魚網有沒有在灑 有 OK 這魚網灑的還蠻好的 那教大家一個小小技巧 就是灑魚網的時候 記得要灑在這個靠近碼頭 這個多一個 那你的魚船在這個位置的話 肉一收完喔 魚船可以馬上回頭 去放在肉裡面喔 像這樣子 像他這樣多一個就不太好 就要再多走一次喔 像這種魚網放的就不錯 這幾個 這個就直接回頭 就把這個魚肉放回去 所以這個捕魚喔 也是有很多小細節在的 只要能常常把這些細節注意好 就可以打出更多的優勢啦 四季帝國就是一個細節累加的遊戲喔 你的細節做得比對方更多細節喔 那你的勝率就會越高 好 這邊直接射石 這裡補下一棟城堡 這邊偷挖石頭 那日本到地獄時代喔 就可以開始打這個大型箭塔 加上自己的銀罐 增加這個箭塔的殺傷力 這個箭矢的數量喔 只是殺傷力 箭矢數量 箭矢的殺傷力是哪個文明啊 好像不是韓國喔 記得好像有個文明也是增加箭塔的 殺傷力的喔 有嗎 有嗎 韓國日本還有誰啊 突然想不起來 好像還是沒有 劍巢俠是每個文明應該都是有的 好像有部分沒有的樣子 好 這幾隻 羽毛兼射手 傷到了日本的一些經濟 日本這裡也下了板甲技術 還有快速火噴船 日本我們是過來硬扛 擋不住箭矢傷害 左右想要躲箭矢 人家有蛋倒雪啊 好 瑪雅這裡補下了拇指環 加上二級農 弓兵褲甲 開始要把這個瑪雅的 羽毛劍射手給弄起來 但是現在這裡有兩台巨鏡頭C 還在拆 瑪雅的城堡 瑪雅這邊有點一下了 鑽瓦技術 城堡血量來到5280滴血 這樣就可以稍微彈一下傷害 這邊再繼續把村民運過去 日本武士可以運過來 看這邊要再蓋動城堡 他可能不知道這裡有城堡 但我覺得這個高低啊 蓋一定是比較好 而且這裡是人家的出發點 這邊蓋動城堡覺得是不虧的 唉唷 有靈性喔 左邊這裡沒有尾喔 還是有個洞 這邊也是蓋個超戰 看一下有沒有人會偷偷過來 中間這個城堡 感覺快拿下了 好 日本武士再繼續追逐 哇 好痛 羽毛劍射手 由於是寶兵的關係 所以日本武士砍到的時候 會有額外增傷 所以這邊直接出日本武士 繼續A也不是問題 只要瑪雅羽毛劍射手 數量不夠多的話 就可以直接硬追了 目前孤策 瑪雅這邊如果要反擊日本武士的話 至少也要二三十隻的弓箭手 才有可能擋得住 但我會比較建議 玩這個羽毛劍射手 出到四十隻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遇到一些馬國的時候 那個遊俠或中章騎士 打得有點太陽 你沒有到五六十隻 或四十幾隻的話 這個傷害有點太低了 畢竟他的攻擊力 是比強弩還要少一攻的 而且射程也比較短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難打一點 但打日本武士的話 其實就還可以 日本武士直接貼過來 來開坎修城堡的村民們 哇 這裡使用快速火戰船 燒爆了 一大堆的巨頭啊 巨頭這邊沒有人在修 城堡沒有人在修理 但是日本武士 繼續出出 俊錫頭時機 可以再燒一台嗎 快速火奔船 把他鎖不住 更多的人過來修理 上方這裡也是在互打 兩邊都是在大戰當中 哇 這邊變成巨頭大戰 但日本這邊城堡可能要全倒了 哎呀 應該可以喘口氣 這一波是有機會 但是這個巨頭怎麼被打掉了 哎呀 日本這邊有點 有點小賺喔 本來這根城堡是要掉的 看還行 下方這邊有點反擊回去了 好 少量日本武士走到城中心 日本這裡一片農田都沒有灑 跟蹤技術也沒有 真的是靠海為生的民主 日本人 完全符合 這漁船有些人在做事 好 羽毛劍射手直接跑上來 現在日本其實有點斷肉 肉類不太穩定 所以村民沒有一直暗 村民還是有點落後 日本人這邊有機會可以反轉嗎 經濟不是很好 這位日本玩家雖然操作不錯 但是他的經濟控的不是非常的好 這就是為什麼 那些玩什麼英雄聯盟啊 控兵控的很強 或是玩星海的玩家 然後玩斯基帝國 總是會 玩得有點 就是 控兵大於 經濟喔 然後反而會讓那些 控兵不好的人 直接經濟碾壓回去 還蠻常看到這種事情 好 羽毛劍射手 數量一直還是不夠 一直我在被削減 數量只有9隻 並不多 這邊最好是按個助手崗位喔 按一下D會比較好 這樣才可以讓自己的羽毛劍射手不會亂跑 然後趕快去累積數量 好 中間城堡終於被打掉了 但是瑪雅的城堡應該也收不回來 直接垮掉 因為瑪雅沒有石頭了 好 日本武士抓到了這邊挖黃劍的村民 迅速砍掉了這些日本 這邊瑪雅的村民 左邊這邊還點下了彈射器 OK 那有彈射器的日本人喔 這邊攻擊速度就會特別快 巨女投射機的發射速度會變快 這時候去打對方巨女投射機 就會比較有優勢一些些了 這時候就可以護頭 高打低 然後發射速度又快 那我記得這彈射器是不是也會稍微增加一下命中率啊 看起來是有的 變得好準喔 彈射器 砸光 瑪雅的巨頭直接被弄爆 左邊 日本武士 被瑪雅羽毛尖射手 給反打了回去 這台青頭還不錯 更多日本武士補了過來 這邊層撤退 村民術93對121 瑪雅這邊村民術是優勢的 但基基上來說 看起來是並沒有優勢的感覺 右邊這塊黃劍趕快刮 日本這樣經濟會很好 這邊城堡應該是修回來 但這些羽毛劍射手依舊難處理喔 如果要轉出戰毛兵也不是不行 就要看日本要不要在前線放這個射箭場 那魚船部分可能要再繼續多撈魚喔 這個魚可能還是要多吸一些 但是這邊Maya突然打出了GG 哇有點突然喔 這把比賽其實還蠻好看的 日本人確實把自己的所有的特色給打出來了 彈射器還有自己的日本武士 而且連這個魚船喔 這個捕魚的細節也是有打出來 雖然沒有像Maya他們那麼頂尖喔 所有的細節都打好 但至少還是有打出蠻好的一些 這個日本的風格 那日本武士確實也很好擋下這些老鷹喔 這個老鷹雖然一直在後面鬧 但是一直遲遲無法把日本經濟給打垮 反正是Maya的中間喔 這邊一直被壓制住了 城堡如果守不住的話 待會日本武士就長驅直路了 雖然我覺得Maya還可以再繼續狗下去喔 但他可能不想要轉強弩吧 有點心態炸裂了 如果他轉強弩的話還是可以打了 其實不打羽毛劍射手也沒有關係的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喔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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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 都髒他們 還是錯誤 都髒他們 為什麼